这张神奇的图片会让你深切的体会到认知画地为牢的恐怖能力 看到这张乱七八糟的图片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图上是什么 你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想象 比如这画的是一个村落 是一条河流 是一条小路 它可以是任何东西 你只要展开你的想象力 但你不确定它到底是什么 因为它看上去确实杂乱无章 那么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我现在告诉你 这是一张中年男人的侧脸 他的手拖在自己的下巴上 此刻你是不是马上形成了一个图像 它确实是一个愣角分明的中年男人的侧脸 如果你依然看得不清晰 没关系 把你的手机拿远一些 或者眯起你的眼睛 你将清晰地看到它 那么从此刻开始 你不需要再刻意地观察 只要你不经意地看它一眼 你就会立刻得到一个清晰的图像 甚至你只用眼睛的余光看它 它也可以清晰地展现 你会发现一开始想象的任何东西 此刻都不存在了 你也没有办法想象到其他的任何东西 你对这幅画的认知 轻轻松松地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牢笼 你的想象力从此插尺难为 有位哲学家说过 黑暗中你会远远地把一棵树目看成一个人 当你走近发现它是一棵树 在退回去的时候 你就再也无法把它看成是一个人 我们对事物的认知 可以帮我们迅速地做出判断 但它从不排除错误的判断 它只做符合它的判断 当你觉得一个人不善良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总能看到他不善良的那一面 当你觉得你的上级针对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好像做什么都是针对你的 而事实是 你对一个人的认知一旦形成 你会不自主地屏蔽掉所有与之无关的信息 同时也会扭曲你得到的信息 以符合你的认知 这种愚蠢的错误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犯 只是认知的本性 它是自恋的 是会自我证实的 当我们陷入一种认知 就如同一句诗描述的那样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人生在此山中 我们一直所说的成长 无非就是冲出一个又一个这样的牢笼 我们说成长是痛苦的 原因就在此 我们只有不断地否定自己 不断地打碎自己 不断地成足 才能称之为成长 那打碎这个词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并不简单 它意味着冲击 颠覆 撕裂 除此之外 别无他法 那是做一只无需费力的龙中之鸟 还是做一只永远向自由 却避免不了伤痕累累的自由之鸟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